我的心态跟他很像 我就是小透明啊 我也想展示 但是自己小的时候 我在我们班上就是最高的 反正什么展示机会 老师也不叫我 加上呢 一直在微胖界的边缘 然后也没有机会介入 所以我就导致 我自己就扮演成那个小透明 成绩还是班上 就是十名左右 那个中间档也不被看见 就是你好一点被看见 差一点也被看见 就是那个中间档也不被看见 可是我内心就是想展示的 他只有他想 没有得到他才能记得住 否则的话他不会觉得是 是的 是吧 如果我就不爱说话 我不会觉得人家说我是透明的 那是因为你拥有了呀 是吧 你要是没拥有过 你不可能推打 你要是没有拥有过 你的性格的本性 你不可能放弃打 对吧 别人不认同你 哪好使啊 对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没有人愿意做透明人的 我小时候啊 特别羡慕那些个 能讲出话来 能跟老师搞好关系 能在课堂上去 去当班长 当组长那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觉得好羡慕他们 但是呢 但是由于这个 就是家长的鼓励 各种鼓励吧 我觉得这种激励 让我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直到考到北大 直到我现在做企业 我就发现啊 我们的忠诚干部 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忠诚干部 如果他能关注到 他底下的每一个员工 其实就不会有 透明人出现 我们最近就有一个 忠诚干部就跟我说 说我发现我们 谁谁谁 他的工资 有一年多没涨了 但是别人的工资呢 跟他干的一样 但是工资比他还高 你是不是给涨一下 我觉得这是忠诚干部 他能发现透明人 我们作为企业的领导者 有时候发现不了 但是你要给忠诚干部 这样的授权 让这些透明人 走出他那个阴影 其实刚才我还是这句话 没有人愿意当透明人 尤其在职场中 我前一段时间 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 我们在讨论 躺平这个词的时候 持点赞 或者认同观念的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 在职场当中是透明人 他干活吗 干 你知道他的存在 你也知道 他在工作当中 留下的痕迹 但是就像雅云老师 那个词一样 在最好的那拨人里头 你看不到他 在最差的那拨人里头 看不到他 在下班的聚会 那个人群当中 你看不到他 在朋友圈里 你也看不到他 你们觉得 是被动的因素多 还是他们主观的因素多呢 我不赞同 不管是主动被动 做透明人 就像我们老板 迎面碰到 你赶紧闪了 不希望老板看见 这个我觉得 他们其实希望 让老板主动去找他 表扬他 认可他的 这个工作成绩 让老板看见他 但是他从来不去 向老板去展示说 你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在职场里面 就应该 让别人看见 让别人看见的方法 就是告诉别人 告诉你的老板 告诉你的同事 你的预期是什么 我能帮你做什么 利他是 让自己不透明的 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其实内心当中 所有的人都希望 被看见被认同 对 对吧 那我自己从透明人 变非透明人 就是进入职场 我觉得当我进入职场的时候 我变成了一个 职场人标签 我自己告诉自己 我希望让在北京这个城市 扎根这个信念 让我知道我想留下来 我要在哪些指标 让别人看见 那个时候我主动了 沿着上学的时候 可能各种原因 我没有那么积极想做 但是在职场不一样 我就开始来去找 我在公司当中 被看见的机会 比如说我是个新人 我组织活动能被看见 我就帮大家组织 各种各样团建活动 然后当我有了一点 资深经验的时候 我发现 我分享能够被人看见 我就每次把我的成功经验 就是无条件地 分享给同伴们 然后当我去 能够做出业绩的时候 变成公司的 这个不管是销关也好 还是明星员工也好 我会让老板看见 就是我主动了之后 我拿出那些 被看见的机会 我抓住他 然后再去读书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我要选教练 因为人是需要教练 来给你更大的力量 那么老师会给很多 我没有发现 未知领域当中的鼓励 所以这就是 我成长的方式 然后当然了 到非你莫属舞台上 这是个更大的光环 让我有了更大的勇气 被企业家们看见 被主持人看见 还有被电视前观众看见 这个蜕变 对我有人生巨大的升华 因为企业家们知道 我原来也不太敢说话的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